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叫临终期 是指主要的生命器官功能极度衰弱 逐渐趋向停止的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呢 第特点有这么几个 脑干以上部位的中枢功能抑制或者伤食 而脑干功能依然存在 但由于失去高位中枢的调节和控制 而呈现的一种混乱状态 它的表现 首先是意识障碍 由昏睡 昏迷 沾网 视觉消失 甚至这个时候自己的亲属不能够饮食 从视觉上不能饮食 不能分辨 但是这个时候它听力还可以 第二个呢 呼吸障碍 呼吸减弱 肺活量减少 有时呼吸是不规则的 第三个呢 心跳和血压的变化 主要是心跳的减弱和血压的下降 第四个是代谢的障碍 有酸中毒 水盐代谢的障碍等一系列的代谢的问题 主要表现这几个方面 就是死亡的这个临终状态 那么这个宾死期可长可短 时期不一样 根据这个死亡的原因而相应的变化 比如说冠心病的发作 那就是急性的 突然的 一下子死亡 它的宾死期很短 很快 就进入了临床死亡期 但是对于其他的很多的慢性病来说 比如说肾宫衰竭的病人 这个呼吸衰竭的病人 像这样的 它是一个逐渐逐渐一个过程 这个宾死期就比较长 所以宾死期的长短取决于死亡原因 再一个就是进入下一个时期 叫临床死亡期 也叫躯体死亡 按照传统的概念 这个时期就是呼吸心跳的停止 所以临床上写诊断的时候写 进入这个时期马上写临床死亡 是吧 就是判定个体已经发生死亡了 这个时期呢 各个生命中枢器官功能伤失 如脑的功能伤失 呼吸心跳停止 但是全身 其他的各个器官组织细胞 并没有全部的死亡 这个时期呢 大脑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甚至说刚开始这个心跳停止 比如说这个 进行窒息的 或者是电击的 那么这一下心跳停止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得到 即时的有效的抢救复苏 可以恢复 这个伤者的心跳和呼吸功能 就是可以复苏 所以这个即时有效的复苏 是很重要的 这是对临床死亡期 第三个呢是生物学死亡期 也叫细胞性死亡 也就是说呼吸循环 以及脑心肺肝肾等器官的功能 均以永久性的伤势 这个时候是生物学死亡期 但对于 缺血缺氧 耐受性强的器官组织 比如说皮肤 肌肉 解体组织等等 还有生命功能 并且对刺激可发生反应 这个叫什么 超生反应 超生反应 所以我们在这个 尸体现象的里头 也会谈到 超生反应应该是尸体现象的一种 是最早期的 这种尸体现象 那么这个 包括肠管也可以进行蠕动 也可以蠕动 所以我们言为的将死亡 这个分为这么三个时期 宾死期 临床死亡期 这个生物学死亡期 实际上这三个时期什么 是个连续的过程 而且互相有重叠的 对吧 互相有重叠的 我们说这个临床死亡期 尽管是这个时期刚刚死亡 但是神经细胞可能很快的 就会有死亡的问题 是吧 有受损的 所以它是个连续的 有重叠的过程 我们是便于研究 便于描述 给它引违的进行分开 下面所有问题是假死 假死就不是真实了 是吧 那么假死是怎么回事呢 是指人的循环呼吸和脑的 机能活动高度受抑制 生命活动处于极度微弱状态 用一般的临床检查方法 无法查出生命指正 从外表上看 好像人已经死亡 但实际上人还活着的 一种疾病状态 这就是个假死 实际上就是第一句话 说得非常明确 指人的循环呼吸和脑的 机能活动高度受抑制 生命活动处于 极度微弱的状态 就这么一个极度微弱 这么一个状态 而这种状态 用一般的常规的 这个检查方法 这个查不出来 一看似乎是死亡 但是如果用一些器杰检查 那应该很没有问题 一下查 比如说做个心电图 对吧 心电还有呢 这就应该是 这个检查要做的全面 到位 那么假死的发生呢 如果在医院一般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吧 都要做心电图的 那么在这个 偏远的地区 在能春 这个乡村医生 去看了一眼 哦好了 个体已经发生死亡了 马上在能春的习惯 可能人就已经 装炼了 可能放了 第二天这又活了 所以在有好多类似的案件 一些报道 是吧 那么假死发生的原因 假死是因为脑缺氧 缺血和高度医治的结果 是吧 容易发生假死的五种情况 一个是机械性窒息 酒精中毒 贫血和低阳血症 那么这个 我们归类为A 都是英文的字头 是吧 第一个字母 是A 这一类的 所以便于记忆呢 我们用了几个字 字母来标记 一个是A 第二是E E是什么 电流的作用 电损伤 所以说我们 最电损伤的个体 马上可以进行急救 进行窒息的 刚挂上去 马上给它抱一来 给它抢救 还有这个抢救的希望 第三个是A 是损伤 尤其是脑的损伤 第四个呢 是阿片类的 中枢神经 抑制性的药物 催眠药 及麻醉药 另外呢 就是尿毒症 和糖尿病的昏迷 第二个就是 假死的诊断 与鉴别诊断 这个检查方法 有很多 有这个检疫的 也有一些 这个仪器设备的 检疫的方法呢 物理学检查 一个就是 眼底的检查 用眼底镜 观察视网膜的血管 有没有血流 是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结扎指头 结扎手指头 那么用线 结扎手指头 数分钟以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 但是记住一点 这个结扎 要注意 你不要过紧 也不要过松 松紧度到什么程度啊 能把静脉阻断 保证动脉供血 这样呢 收指头会什么 轻直肿胀 是吧 这就是一个 结扎手指头 的检查这个方法 我们同学 有的小时候玩 把那手指头伸到 瓶子里去 结果拿不出来了 第三个呢 就是荧光射数 那此业 将荧光射数 那从静脉 注入半小时后 检查结膜 有没有黄眼 另外呢 也可以用 1%的荧光射数 那点眼 经过去拱摸 荒眼是否消退 说明有没有 循环的存在 第四个 通孔变形实验 压迫眼球后 是否复原 第五个呢 是埃格式线透视 用埃格式线透视 驾驶可以见到 心跳的波动 第六个 心电图的检查 驾驶者可见到 心脏的 生物电反应 第七个 是检查微跃呼吸 听诊器指胸前这个部位 或者是后头部 可以听到呼吸的声音 实验心电图的检查 在硬核一个急诊的话 都可以随身携带了 是吧 可以做得到 好 这个到这